投資長昨天大盤雖然很弱 但是你說加弱除全息的點數 台子期其實是正價差喔 還有第二點就是高價股 這些股王股後通通都漲耶 而且你要給大家信心 你說台股如果跌破萬五 要花3000萬買進台灣50 哇在你的一虎百硬之下呢 今天台股真的大漲了耶 對啊我要做第一名的分析師 史上第一個敢自己投入金錢 買台灣50買個幾千萬的分析師 結果一講以後大家覺得 哇這時候都敢買就拉上去 我就是全台灣Live 甚至最多的分析師 除此以外 這個都是預告在前面的 《經濟日報》本週選五檔股票 今天就有三檔股票漲停 明基伊 泰福 祝龍 這些股票通通都漲停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那這些股票還會漲 還有沒有更多股票會漲 都一定要看我們今天東亞華街 你一定要看喔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6月21日 台股開盤15427點 中場收在15728點 漲361點 美國股市昨天是史上首次因為6月節而修飾 不過美元指數下滑到104 10年期美債殖利率小幅上升到3.28% 都沒有再創高 難道股市離底部不遠了嗎 那相信很多投資朋友今天都很擔心 台股大盤到底會不會開高走低 結果連續8天下跌之後呢 今天反彈之後就一路走高喔 大漲300多點 成功站上5日均線 表現是雅谷裡面最強的 那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 LINE、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廠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好開心喔 今天台股大漲喔 大漲300多點 361點 大家記得要幫我們先按讚喔 按讚 先按讚一下喔 拜託各位 好不好 來你說 對啊 投資長我有個問題 到底今天台股是 漲真的還是漲假的呢 等一下我跟妳講 好不好 妳再說 而且還有很多網友都在討論昨天 投資長大膽預告 你說台股跌破萬五的話 你就要花3000萬買進台灣50 是真的嗎 我說話就是要說到做到的單人 我個性就是這樣子 單人啦 只要他敢跌 我就敢買 只可惜 他不敢跌而已 我是要自己花錢買的 分析師不能買股票 可是可以買ETF 我要做一個投股的篡局 而且我是要打算賺1000萬以上 我讓你知道我當分析師喔 是少賺很多 我可以靠股票市場做生活 本來就可以 好不好 沒關係 我本來就是 我要不斷不斷做篡局 就連同 188%的男人 我先選五檔股票 這時候選五檔股票 只有三檔展停板 重點是我本來呀 我本來是輸第一名 輸了快30% 我現在快逆轉勝了啦 對啊 算只剩一週啦 看運氣啦 可是至少我現在績效是為正的喔 Luna我本來負績效 負20-30% 現在績效變正了啦 是 非常厲害 有誰可以向我這樣逆轉勝的人生 你繼續說 是 我相信投資長一定是一言忌出 四馬難追 之前說每個月會贊助我買新的主播服 也是震頭 這講清楚齁 是贊助你買主播服齁 大家不要不單的聯想齁 私底下我沒有跟Luna有什麼任何的聯繫齁 連跟他吃過飯都沒有 好不好 私底下一對一都沒有 好不好 二對一 三對一都沒有 你說 是 那但是呢 今天投資長很多檔股票表現都非常亮眼喔 是 像是後疫情概念股 長榮行今天漲停耶 是 很強喔 還有盛宏 對今天也是創波段新高盤中大漲9% 再來先恭喜投資長 經濟日報選股本週是冠軍 是 因為今天有三檔股票都漲停喔 三檔股票漲停有沒有誇張 是 像是鳴基 祝龍 還有泰福KY 這三檔通通漲停 那投資長 台股是真的是 飛龍在天了嗎 飛龍在天 那個龍應該是 郭忠祝的龍 哪個龍 龍跟龍 沒關係喔 那跟大家講喔 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很多人知道這大會跌 我只要跟你講 只要他敢跌破萬五 我就要做投顧界分析師沒有做川局 我要自己砸錢買 我要自己砸錢買 而且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我會賺到錢 因為我是史上唯一可以一記188% 打破經濟日報 不斷打破經濟日報紀錄的難能 我本來就跟你講 跌破萬五 你不應該難過 而且其實喔 我是 我賺這個錢喔 我是蠻痛苦的 為什麼蠻痛苦 因為就算賺上去就對 跌下去賠錢的一定能笑我 賺上去有時候投資長 啊你都自己在賺錢 反正怎麼樣都有人講 可是因為我 我一定要給你各位信心告訴你跌破萬五 是買進不是賣出 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而且我要讓你告訴你 我說我財富自由不是跟你開玩笑 我會秀出對戰單來 我會告訴你我的券商賬號是多少 讓你去查 因為券商進出是可以查的 我有沒有買3000萬然後跟你講 他再跌我要再買 他再跌我要再買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的 好不好 那今天沒有買到台灣50 沒有買到沒有關係啊 我的本業版就是當分析師 我沒有想要賺 從股票市場那邊再賺錢 因為我已經賺夠 我是很認真的 我講話其實你都可以一一對照我的實在 我個性就這樣子 摩托同仁就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摩托同仁大家去打拼合作 我比較在乎的是堅持誠信 這四個字 摩托上面就寫這四個字 我個性這樣子 久就知道我個人這樣子 愛恨分明 對就對做就錯 我錯了 我都可以跟你認錯 你也知道有時候我開會的時候 我對就對錯就錯 不是說我國從一定是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可是投資方面 我真的比一般的天分 來得多 因為我敢逆勢思考 我的財富從十幾萬 撞到幾千萬 撞到以上 我就是敢逆勢思考的男人 我講得很清楚 他只要敢跌我就敢買 這有什麼好怕的 本益比是這幾十年來的 這一二十年來最低 這有什麼好怕的你告訴我 11.2倍 好 你說不要算本益比 兩大指標 我本來想做個專題節目 股價淨值比 所以得到1萬5 得到1萬4 最多得到1萬2 股價淨值比大概就1.4 1.5了 那個都是差不多史上最低水準的 所以不論從本益比到股價淨值比來講的話 他其實1萬5到1萬2 他就一個超級買點 是 所以我為什麼我說 再點我再買 1萬5 1萬4 1萬3 我在買 我是跟你說真的 最壞最壞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逆勢思考 可是 最壞是這樣子 那會點到1萬5 1萬3 1萬2 我覺得不會 因為那是從股價淨值比來算的話 從1萬2到1萬3 1萬2到1萬4 從本益比來看的話 他已經是歷史低點了 對 你懂嗎 他已經是歷史的 低檔區了 這就這樣 所以敢跌就敢買嘛 這敢跌就敢買 為什麼 今天很多網友戲稱啊 哲哲是不是你 散戶的信心 是不是你的勇氣 散戶的勇氣 是我給的 對啊 不是梁靜茹給你的勇氣 是 沒關係啊 我也希望你能賺錢 我沒有我少賺這1000萬我沒有很在乎啦 我少是跟大家講 為什麼算過 我算過我可以算一件事情你們看一下嗎 但是我說跌破萬5 我講個清楚 不是都14999我就會買 好我講清楚為什麼跌破萬5我說想買 因為這很簡單嘛這邊今天昨天收多少 昨天最低來到119 這邊是151嘛對不對 151.5嘛對不對 151.5有沒有看到 如果突破18000在之前突破18000多的話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151.5會突破 Runa沒問題吧對不對 對沒有問題 昨天是119嘛對不對 喔119來 151.5幫我記一下 151.5 前報告點嘛 除以119 27% 所以我如果那我假設是 最高是151.5嘛 151.5 除以 喔不要說119 如果跌到115好了 就31% 所以我大概是差不多 考慮台灣5大概跌到115元的時候買 為什麼 3000萬乘上差不多31% 大差不多就900多萬嘛 那那是 那是 那是突破18000多 突破之前的高點18000嘛對不對 沒有錯吧 沒有錯 之前台股的最高點是 18000 18619 如果突破2萬點 基本上 應該可以32% 到 35%以上 是 3000萬才35%多少 1000萬 我都算過了好不好 越跌我越會買 我跟大家講 我準備扣打很多 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去敢買 今天其實在網路上的一個 網路上大家討論 這就可以買股票 這絕對不能買股票 所以我單分一是少賺好多 因為如果我在15000買到時候我可以賺3000萬會賺1000萬 我跟你講如果我做股票可以多賺幾千萬 可是我沒關係 我講話就實在 我很多人一直想要挑戰我郭總 他根本不知道 我在股票市場裡面本來就是贏家 他敢跌我就敢買 他敢跌我就敢買 我很認真跟你講 所以你跌破15000 你要信心我郭總統都敢買 為什麼不敢買 他說哲哲 你為什麼平常不買 我平常都每天都進出你要不要找我當分析師 沒有什麼意思 我都看我股票就好了 倫娜你聽懂嗎 我都看我股票幹嘛 你會想參加這種老師會員嗎 我就也不認真負責任 你聽懂嗎 我犯了我就是要連理走 就是簡單 兩萬點我再說 我想很清楚 好 所以這個ETF本來就長期了 啊股票操作有些是短中長都要做 是 會員的要求不一樣 那是不同的波段的 我居然只能買ETF 我就做中 中短一點期 中期一點的 好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所以我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 今天大盤有人說啊 哲哲給賞戶勇氣啊 是不是 我給賞戶勇氣 然後大家覺得該買了 不然今天你不覺得亞洲股市漲最多 誰呼風喚雲 因為我突然投過創局 我先預告我就是要買 我們分析師是不能買股票的 我也不屑 賺賞戶這種錢 可是我跟你講我就是敢買 他只要給我跌到115 我絕對 台灣股市我絕對買 我講清楚 我絕對買 我的個性站 我說話上我絕對買 只用我自己的錢買 他就給我跌嘛 不敢跌也沒關係 那你們開心 你們解套 我最開心的不是我要賺錢 我穿在一兩千萬我不在乎 我是要你們賺錢 我講話就是這樣的 我是要你們賺錢 我就是有這個guards 好今天早上去 沒關係 最好就不要跌破 跌破你要記得 我會進場 我會進場 我要做投過創局的分析師 我只做第一名 我只想做第一名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件事來 昨天我是說台股為什麼會有機會拉 第一個我昨天是說聯電跟聯發科在漲 是 你看今天聯電跟聯發科又要連續兩天 今天又拉到尾盤了 為什麼 台灣高股息成分股 成效 你看喔 有MCI生效 MCI是不是有新增成分股 對啊 又負實指數每三個月一次 我說過我以前賺幾百萬甚至3000萬 我是靠MCI生效股 可是我說他現在不準了 可是現在還有準的是誰 負實指數生效股 負實指數生效股又有一個高股息成分股 還有 那個台灣50 生效 你懂不懂 那為什麼 我不跟你講台灣50生效 我講負實指數高股息成效 這就是我國種的盤感 加上我去研究 這是天生的 全體台灣分析師講的 就算講一嘴好股票講最強股票 都是這樣 突破技術線其實第一根 我常常競技日報比賽 我也常常是突破線線第一根 可是如果有這樣邏輯告訴你 實戰的我吃外製豆腐 我 為什麼以前 我不會告訴你MACI生效我告訴你以前 因為我靠這個以前就賺過錢了 賺很多 因為那時候資產還不夠多可是這樣賺到1000萬算很多 你聽懂嗎 你聽懂嗎那可能賺幾倍 對啊 可是 我現在已經說那個已經不準了 為什麼我可以抓到負實指數 高股息成分股 的生效我不講是負實指數台灣50生效 這就是我邏輯人力 這是我盤感你聽懂嗎 你要這樣分析師 我昨天說了聯電聯發科 高股息成分股生效你要 你開始漲了 你看就漲連連連發科 像大家都討論高股息成分股 我請問你財經節目不是在討論這個東西嗎 啊為什麼以前大家沒在討論什麼高股息成分股 為什麼 我帶動風潮 我帶動風潮 就像以前啊大家都講什麼 哇第13天轉折什麼廢式系數轉折 沒有人跟你講說什麼第13天或第10幾天21天 剛好只是因為他是結算日所以見轉折 當我揭穿這一切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結算見轉折 這也是我發明台詞 我發現很多台灣的東西 台灣股市的東西 12年前的時候 2020年2010年2008年我當分析師的時候 我首先發現一件事情 是 台幣在扁 是有利於電子股 有利於電子業 他不有利於電子股的 那時候所有財經節目非凡東森都跟你講說 台幣扁的有會對行情 對啊 台幣扁那時候有會對行情可是股市會跌 只有我發現我很多都發現的東西 你要看我前面看獨一無二 如果我郭子宏不能當獨一無二的分析師 我寧願不當分析師啊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也沒有人從來想過我相信那些參賽者他很多人緊張 我居然可以從最後一名啊 短短三個月最後一名差30%啦 我現在變正績效啦 我選五檔三檔暫停等一下就臭屁 我先講別的東西 好 這就是我能力 我根本就是不屈不老我就跟你講我實在是這樣子 所以他只要趕過跌破1萬5 台灣50個跌到115 115 115 我就買 我就買現在多少 050 這112嘛 我就買我講得很清楚 115 我就買 我還要砸3000萬 至少 這跌下去我還要在砸 是 那等老天送錢給我我當然要花 我講得很清楚 好我昨天說過台灣股息高股息成分股 我講過連電連罵跟連續長兩天 明天除全息啦 所以怎麼樣除全息我覺得連電還有機會漲 第一個要變便宜了 對 是不是變便宜呢 你相對實力又更高 今年EPS比較高還是去年EPS比較高連電 一定是今年EPS比較高 所以明年又是高股息成分股了 明年發的股力更多 股價更低 連電有 其有不漲的道理 而且你在四大天玩 持有四大天玩 全部包產人的你在怕什麼 他的毛利 說老實話我跟你講 他的資本支出更低 結果呢 毛利因為台積電的 台積電怎麼樣 那路不付出 不得不漲價 為什麼因為資本支出太嚴重 擴展太嚴重了 可是我連電不必啊 我連電擴展都叫我下游廠商 叫上游廠商給我包產能 不然我不擴展 OK 等於他幫我出錢啦 你聽懂懂嗎 他幫我出錢 幫我出錢擴展 然後四大車廠 車用廠商 說有多少產能 就包多少產能 換句話說 你們這些手機業者 你們賣不出去 不關我的事情 反正很多人要我的金援代工 對 我從頭到尾叫你買連電 我在講 我都講實在話 我說所有很多股票 你說不知道有達 連電一堆股票 有些股票跌很慘 可是我一直跟你講 連電我覺得我最對得起 我良心 是 我有沒有這樣講 有 我說我連電我對得起 你自己良心 你就用力買 我就是敢做簡單的男人 好 你看高股息成分股 今天怎麼樣最強 昨天高股息成分股是不是開始生效了 我是陽明萬海 10天對10天夠了 是 今天有網友說 投資長今天陽明萬海不對了 我昨天有沒有寫文章 Luna有沒有寫文章 似口而止了 10天對了有沒有夠 有而且投資長之前說 上禮拜五其實就差不多了 是 連續對10天 我昨天也寫文章 差不多了第10天了 所以你看連續10天對 連該休息都跟你講 哪有連續10天都對了 10天都對比大小連續對10次 是1024分之一 每一天陽明都比萬海強 每一天陽明都比萬海強 直到昨天我就夠了 今天陽明比萬海弱 因為昨天陽明拉尾盤 寬拉 是不是 所以我要跟你講 你要怎樣的分析是 從高股息成分股告訴你 陽明連電 連發科 會屹立不一樣 甚至這幾天會漲 從高股息成分股告訴你 配對交易 我的操作很靈活的 從台灣跨個股市跌一萬五 我告訴你 只要他敢跌 我國總敢買 我要當史上第一個分析師 我要做創舉 我不要每天 只是表演這些東西 那沒有意義 我要就是要從這裡證明 為什麼 我知道每次聽股市最好 一定要說什麼 虛擬比賽 你越講我虛擬比賽 你為什麼不參加比賽 你不要說188% 你100%我就在這次跟你宣揚 你比賽之前你要跟我講嘛 說你要參加突破100% 你看你壓力大不大 會打到脖子都緊 是不是 你絕對看樣性不會比我國總好 可是呢 我就跟你講 我關這一個台灣股市跌就可以賺一千萬 我還發不著他下來 不下來也沒關係 因為你們只要每天難過了 我也沒關係 我要再講一千點 我要再講一千次 今天跌破1萬5 我國總要親身證明 告訴你是買點不是賣點 你現在不要去聽那些做空老師 我也不知道批評做空老師 大家同意 只是我告訴你 你選邊對 選邊做好就做好了 你人生不要換來換去 這個不會比較好 你聽懂嗎 不會比較好 我還是2萬點目標不變 不然今天不會這種展法 來看清楚 之前前一波不是15616嗎 我不是講過嗎 15616就算跌破了 怎麼樣 離萬五也不遠 離萬五 不是 離底部也不遠 對 你講錯了 就是投資長的意思是說就是 可能離這個萬五不會太遠 也不會跌太遠 沒關係 我們不要把他印號回來 你再印到越那個 跌破15616 離底部也不遠 是離底部也不遠 我那時候一直 離底部也不遠 你記得嗎 因為那很多 股票不會再破底了 是離底部也不遠 可我真的跌破1萬5 我要用力買 台股也不會跌破1萬5 真的跌破1萬5 那是美麗錯誤 因為我少算儲全金點位 400多點 昨天網友吐槽我 吐槽我什麼東西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那個 正價差你算錯 你才算錯了 我投資表 昨天逆價差多少 300多點 329點 可是你儲全 你那個 你儲全金 儲全金點位 大概400多點 到7月中 到7月幾號 我跟你講 有些人 有些人網友真的很奇怪 也不認真做股票 就開始在念人家 到7月20號 到7月20號要除息 400多點 你逆價差只有300多點 其實期握比股票 低300多點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很弱 可是如果你把還原除 你把台股扣掉儲全息的時候 其實台灣股市 連1萬5都不到 其實你是正價差 期握是 比你想像中 強很多 你不懂我也沒辦法 你注意看昨天節目 我沒辦法每天給你解釋 有些人都看一半而已 可不可以買股票 我都說我不能買 我講清楚 可是可以買ETF 因為沒有人可以對ETF 呼風喚雨 我也不知道今天 真的是不是我呼風喚雨 可以感覺好像有點影響信心 好不好 影響信心就很重要了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我在前一次 我是從股票市場那邊 賺錢的男人 我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很認真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他敢跌 我就敢買 我很認真 我很平常心 他要 老天要掉下來禮物 讓我多賺1000萬就可以賺到 沒賺到就沒賺到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人從股票市場那邊賠錢嗎 為什麼 每天太容易忐忑不安了 不夠有信心嗎 有賺到就有賺到 得之 我信 不得我命 多賺1000萬得之我信 不得我命 你就平常心就好了 股市就秉之無息 就這樣子 每天看折折節目就好了 你講一件事 你看起來很弱 我請問你一件事 明基美食 昨天還有網友這樣講啊 所以每天真的吐槽玩友這樣一百兩百個 我看他性極強 要不是我的天分我也受不了這些人 你懂嗎 來明基美食被我害了 美食兼賞了 那你要不要做空 你講那麼多你不如跟我對作 好不好 有人就講一年擋股票 講敦 講友達 然後友達我以前賺過100% 你怎麼不跟我對作 對啊 敦泰我記得我有賺了7 80% 還有5 60% 我忘記了 你怎麼不跟我對作 沒關係他們都講有利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選股比賽 沒有人像我這樣賠那麼多 到最還逆轉身 你現在變正績一下 還差點要冠軍 我很認真跟你講 我希望打破紀錄 這種紀錄是逆轉身的紀錄 我很認真跟你講 明基 4116 6116沒錯吧 對 紀錄到報紙沒錯吧 沒錯 6月19號沒有改字把這個 展示給蓋上去 416選明基因給美食嘛對不對 6月19號禮拜天對不對 對 416嘛 好同學你要記得 我要這樣親自 降帥 那個清真喔 不是清真雪魚那個清真喔 親自出征 我要告訴你跌破1萬5你要找 你要開心 你要開心 8萬5 很多網友說投資長你真的要買 我真的會買 我再跟你講 只知道台灣5只跌破110 到115 我就是要買 你不要擔心 我說話算話 除非那天什麼我住院 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想知道話 我身體是極嚴重的情況 不然我就是要買 你們要跟著我買也可以 隨便 有人說投資長你真的要買我就要買 真的 你還不了解我國中嗎 我就要買 我是要給你信心 我不得不初始下策 我要給你信心 來明基 我還少賺很多了我跟你講 明基 先漲停 先漲停 這線型漂亮 很漂亮 噴出第一根 所以明天要有機會再漲 你看我就靠這張股票 一天就到大賺5%以上的報酬 來 證明基 然後 美食1795 對不對 沒錯嘛美食1795 這報紙對不對 這我嘛對不對 是 明天明基噴出去會不會再用美食 有可能 證明基這美食嘛對不對 還有什麼 來 還有泰福6541 我們一次把它記起來 好 泰福 沒關係我這邊有紙 泰福 波利 助容 有沒有 有 泰福波利助容 泰福6541 6541 好 今天漲停 今天漲停 這個是要噴出去的 是 這個要噴出去這個又算噴出去第一根喔 你看泰福你不要覺得它漲很多就底部 打底完成真的噴出去第一根 這頭沒有 我要跟你講泰福明天有個機會再噴出去啦 好不好 6541泰福 畫面給我 所以泰福還有誰 4572 助容 他有助容 他有波利跟助容嘛 都不錯 請先講你的4572 4572今天漲停喔 4572漲停 然後什麼 剛才泰福也漲停啊 泰福 9也漲停啊 泰福也漲停啊 你看這我選股票嘛 是 明基也漲停啊 明基直接跳空上漲啊 今天台股我一開始沒有人強的時候他最強啊 然後我的泰福 波利 也漲停啊 還有波利 8467 8467 拉起來 早盤快要漲停有沒有 還有 4572 助容 漲停 這件事喔 4116 漲停 要秀漲停我可以很厲害 6541 漲停 4572 漲停 漲停 當然刷我的人是少數啦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已經在此呼籲了 你就跟我對坐然後拿出對戰單 4000跟我說你要對坐 不要事後講 到現在沒有一個人 我每天刺激那些刷我的人他還是拿不出來 我能怎麼辦 那我也不要刺激過我教大家怎麼賺錢好不好 15000點的時候 跌破15000點的時候 台灣50來到 005年到 115 我就要達3000萬 我要告訴你證明如果真的有跌破15000你應該開心 你是要找買點拜託不要聽別人講是要找賣點 你現在也沒有悲傷的權利 你沒有難過的權利的 你只有賺錢的 義務 知道嗎 是 同沒有 所以這股票拉起來 慢慢跟你講 來 想什麼東西我們在看一下12618長頭行 長頭行拉起來 暫停啦 畫面給我我今天好像要有恭賀簡訊 不過 暫停續報也沒所恭賀因為有些成本好像略高 到高也不會到高多少啦 因為離前摩高點也不會遠嘛對不對 後疫情時代要開辦旅遊了 是不是我現在認識很多人都想要出國去了 來 三天 三天就想出國 我隔離三天我沒辦法 因為我沒辦法 不理你們 我這樣國外我也想露營啦 我是認真跟大家講 5309 有沒有 系統電 這個也是差一根就拉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呢不論是5309系統電或纏通行 如果選短的好像沒有我選的經濟日報股票強 因為我要做比較大的波段 617 重探增 好那一樣明天連電 撿個3塊錢 3塊錢變了 46塊又來這邊 你知道 對 來這邊46塊 這邊底部我們要畫一條線 又來這邊喔 明天點3塊然後46塊這邊喔 我覺得會有一個支撐喔 可能會再上去喔 我跟你講 50塊連電真的拜託你 真的好好用力買好不好 你到年底你就會謝謝我 你就會愛上我 沒有關係啦 喔 還沒愛上我的可以愛上我啦 這實在是自戀耶 開玩笑的 不要緊張好不好 來 這是這是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呃 這玩 剛才是連電嘛 對 完品 完品就買 啊如果你說你要保守一點 聯發科保守 投資商800多塊保守 你要從本益比來看嘛 要賺70塊賺80塊 是不是 本益比10倍 11倍 我天了我都快哭了你知道嗎 嗯 你們真的奇怪耶 所以台灣股市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台灣股市有全球最 全球最高的殖利率 還有最低的本益比 數一數二低的本益比 喔 11.2倍 所以我說提供1萬5 我就敢買 我又不是亂瞎混了 我就敢買 我講事實我都已經根據好 我已經算過機率了 而且我還不是一直 我還不是而且再跌我還要再買 齁 那你知道我口袋有多深 那你知道我真的從股票市場賺不少錢 我很認真跟大家講 好不好 喔 投資長啊你這樣子 也有人在講 投資長你在炫富 沒有 沒有我沒有炫耀 我很認真跟你講的 我都是 從頭到尾就跟你講 我在股票市場賺錢 啊不然 然後1萬5要跟你講說 我要把股票全賣掉 我要做空 做空ETF 你聽了會比較開心嗎 不會 你要記得我所做的一切 我現在沒賺錢 我會怎麼樣啊 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希望 人看我節目 尤其是參加我會員的投資朋友 你能開心 是 給大家信心 我能給信心 我能搬一個是一個 我不敢說每一次都搬到 有時候可能搬到忙 有時候可能是大家默契不足 可是我能幫忙你 人在座天在看 我不要用嘴巴說 現在 像釋風之下人情不古啦 每個人講的一嘴好股票 然後怎麼樣 當然我不要攻擊人家 我希望我做 與眾不同的分析師 不然我不要當分析師 我從頭到尾就這樣子 我讓你知道 很多人讓你知道 什麼天賦的不同 很多人就要 難道你 難道你只要 難道你只要每天訓 今天投籃你就可以像 Stephen Curry Stephen Curry 一樣嗎 有辦法嗎 沒辦法 像朗普亂介石 你身高沒有到 沒有到190 你怎麼能辦 在被人家笑死人 怎麼辦 190也是天賦嘛 190那你 那你行動力 很緩慢 爆發力很緩慢 你能打NBA嗎 很多天賦 天賦加努力才能成為No.1 朋友我就告訴你 我就是天賦加努力 好不好 我比誰都努力 一樣 今天很多股票這樣子 來 敦泰這個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還是破底的區間 你要看友達 友達為什麼弱 友達是被 其實被群狀可以脫落 群狀 邏輯來了 負值指數新增 的那個高股體成分股 增加了是會強 那 踢除了怎麼樣 會變弱 群狀是被踢除了 群狀是被踢除了 這樣懂嗎 邏輯這樣懂不懂 那除了這個群狀被踢除以外 來我們來看一下 新復發也被踢除 所以你看有沒有準 就是被踢除有差對不對 好來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那這個也可以做空啊 那外資投資產外資進攻單 18891 有什麼差啊 之前外資進多單1萬口 台股還不是突破15616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重點是來 今天重點是 我再跟你講的是 今天重點在看大盤 今天重點是他 之前的15616 他現在站上去了 那站上去呢 投資產 會不會再下來 我不知道 我跟你說真的 因為現在行情真的很詭異 我跟你講 我只能跟你講 就像我講的 是不是就像我講的 跌破15616 跌破15616 離底部也不遠了 原則上是不會突破 跌破155的 我不會跌破155 我沒有把除缺形算進去 所以 真正正正正正 你要硬要說我的底部 我怕人家說我話數 就扣掉除缺形點數 400多點 500多點 大概14500 大概就 所以我才說 輪到14500點 輪到115元的 台灣50 我要用力嗎 我都有算過 只是我跟你講 它會不會跌破 有時候股市不理性 你看昨天是不理性 不理性又回饋理性了 今天又大漲 喔 所以就是這樣子嘛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 好不好 邏輯人力就是這樣子 你去想一下 為什麼昨天我告訴你台股關股市 其實有一些超跌跡象 聯電聯發科是不是漲 台積電昨天跌3塊錢 1%都不到 這不是一個很強勢嗎 高價股 矽利 信化 都漲 最貴的股票漲 那不是告訴你很強了嗎 好3036文業 除了那個儲權期好像儲權5塊錢 應該有機會拉起來 因為它是高值率股票 每天很強 8069元泰 元泰我就說過1995要買 我買了 我買了 我問老師 之前賣掉賺30 好像賺30%吧 對不對 我再買了 好不好我講得很清楚 這是跟大家 明天看聯電囉 明天看聯電 看聯電表現 好不好 年有機會帶動 我講得很清楚 209有達 你看到這邊 還是沒有破底 是不是 除了之以外我們最後來看一下我們這些股票 再看一次 416 星期日報股票 上禮拜 沒錯吧 對 展停板 還有什麼 6541 泰幅展停板 而且線型都剛好噴出去第一根 是 4572 也展停 也展停板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盤中一度展停板 所以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遇告到前面 現在 今天又站上頸線 原子上是有機會 拖離底部 就算真的萬一沒有 你要記得 離底部也不遠了 你應該像我一樣為什麼我敢 真正要打錢我要做投顧串局 我是要給你信息 我告訴你這邊要找買點 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話 你真的想要做更 更漂亮的買點 突破的話 我歡迎來電恰群 080668085 080668085 我郭子宏不論是賴粉飾人數 突破台灣的紀錄 不論是經濟日報 從95% 那時候一季95% 我突破紀錄 變180 到一次100多% 突破自己紀錄 再一次188% 突破經濟日報10幾年紀錄 在這一次全股比賽 重複2030% 到現在變正績效 那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台灣股市 突破兩萬點了 到兩萬點你會不會氣一輩子 會 所以你不如與其這樣 不如來電恰群 080668085 去想想看 你要成分析師 我郭子宏就要做獨一無二的分析師 想對了 想選擇好了 要哪一位分析師 歡迎來電恰群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的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打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